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的旗鼓先知 今天加均指数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碰跳空直接大涨 但是其实他是有稽可循 为什么会涨那么凶 因为昨天的节目大家 大铃哥已经有在节目上面跟你讲 因为周K呢 我们本来是不是要走那个周K空方的6号球 因为他的压力昨天正式被破坏 所以他势必会产生一个 相对周K级的嘎空的走势 所以今天的涨是很正常的涨 甚至昨天电子盘期货盘已经已经在涨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期货盘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强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开盘期货开盘之后 基本上都是在他的开盘价以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明明是大涨 可是为什么会如此 很简单 后面再跟你讲 那因为这个是周K空方的6号球很简单 之前七八月的跌幅呢 本来走出他一个很强烈空方的格局 但是后面直接反弹上来之后呢 就是蓝色的水平压力线 这个昨天有跟你们分享 大盘周K的空方 他的最后的压力线就是22439 昨天期货直接做尾盘 直接做突破 所以才会电子盘猛上加猛 直接做嘎上去的动作 这个就是第一波嘎空的走势 也就是今天大铃哥节目标题有写 有一档标的 他走出破底翻 什么叫破底翻 破底代表说他本来是很弱势的格局 结果呢 他破底之后呢 很瞬间的做一个底部V转 突破原来的压力线 这种呢 通常在那个小心股腰股上面呢 我们会很常见 因为他筹码问题的关系 所以当他出现破底翻的时候呢 这种标的 他的涨势呢 第一他会非常的快 第二 他有个很明显的特征 因为他涨很快 当他涨到目标区 或者相对高点的时候 当他出现反向的空方 卖方量出来的时候呢 破底翻 这个多方的行情 就会正式宣告的结束 所以呢 加签指数 从昨天到今天 他突然出现一个大涨 第一 这是好事 第二 他明确 他走出的是一个破底翻的格局 第三 大家想不想知道 他会涨到什么地方 因为破底翻代表说 他会做一个对称啊 那这个是 加签指数 周K嘛 前几天大林哥是有分享 鬼打架 鬼打架 鬼打架就是为了 这一周这两天这种突飞猛进 这种大波动 因为鬼打架代表说有一边会认输嘛 大林哥是有说过 目前我们看的格局 大家都有目共睹 就是做周K空方的人他认输了 所以呢 他后面干嘛 他会走出一个报复涨的行情 就是这个800点 那800点不是说昨天涨100多 今天涨30百多 这样就算在里面 不是 因为这个鬼打架 当他正式表态的时候 他是从那个黄色区块的上缘 那边开始才正式计算那个800点的空间 所以呢 大林哥这样仔细画给你看 一样的图哦 这个是加签指数周K 红色线就是从昨天他开始正式做突破嘛 所以等幅去做计算的话 那下面那个黄圈圈拿上去移动去做计算的话 就可以很明显知道 这一档标的加签指数 他出现破底翻之后呢 他的高档目标的应该会直接涨到两万三千以上 目标就是涨到两万三千以上 而且速度应该会非常非常快 只是说呢 加签指数今天很强 那期货今天反而不强 主要是因为他出现有个原因 等一下跟你讲 那既然这个是日线图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 加签指数破底翻有了 他的目标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就是两万三以上 两万三千零五百 那个二三零五零那个位置 目标有了 这时候要不要准备干嘛 前面看错没关系 后面做对才重要嘛 我们现在要等的如何上车 准备去攻那个两万三那一罐 因为我说过破底翻的特色呢 就是他会涨得很快 他休息时间不会久 不会像之前那个盾钉一样 横盘那种东西 不会 所以目标有了 现在我们要等的是什么东西 亮缩的黑K 预备上车 明天加签指数呢 亮缩黑K的几率可能会有 明天加签指数听清楚哦 明天加签指数亮缩黑K的几率可能会有 原因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节目跟你讲 多方的那个败比就是昨天的收盘呢 其实暴力表的资料 他出现了双重叠 其中一个就是机车A 意思说呢 他底部已经显示出一个低档的支撑 那高档这个地方呢 他显示出他想要做压的动作 这个叫双重叠 代表说波动会很大 那问题来了 因为昨天收盘的位置呢 他是接近所谓的机车A 所以我们才会研判说 昨天或者是今天呢 可能涨势的力道 不会如预期那么的大 那这个就是昨天那个收盘 昨天出来的暴力表资料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22000 就是22000那个地方呢 他出现了一个神奇V 强力的支撑 大家要记一下 22000点那个位置 要记好 他应该就是 今年最后的一个支撑点 听清楚了 22000点那个地方 是今年最后一个支撑点 所以支撑点不能够再跌破 然后呢 下面他出现的是所谓的机车A 意思说 在22500这个地方呢 他出现他想要去做压的动作 那问题是他压不住了嘛 所以你看今天是不是那个 周选择权好奇 他要做结算 讲白一点啊 昨天跟今天呢 所有卖方的庄家全部都阵亡了 庄家都阵亡了 庄家都阵亡了 那你说其他的投资者 要赚的人有谁 因为庄家通常就是最多大数的赢家嘛 那你看昨天大林哥也是我在我的line的 我公开就是跟你讲 我们的暴力表 电子盘 我们的方向 偏空方 那低销呢 他就是要押回到那个22500 我公开讲 我公开跟你验证 我也不会去 说什么改东改西 暗扛不敢跟你说 没有这种东西啦 交易 看对 跟看错 每个人都会有 这没什么了不起好不好 重点是有没有做对 这样就好了 昨天的暴力表 我们研判是空方 所以呢 我们晚上 确实是预备要去打空单 看可不可以把他押回到22500 那问题来了 这个是昨天台子期 他的走势图 你可以看一下 从昨天下午 电子盘一开盘之后 请问台子期有没有出现跌势 什么跌势 就是长不动在做下跌的动作 开盘之后他就是一路涨嘛 既然开盘他都一路涨 请问 你要如何去做空他 很多人他们做空是以为说 做空我就是逢高空 逢高空 逢高空 你就是准备赔钱 好不好 会做空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在下跌才要去做空 这个逻辑 请你们要听清楚 会做空是因为他的下跌才要去空他 不是因为他在一路涨 你就一路空 好不好 所以呢 昨天台子期开盘后 有没有出现跌势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没有嘛 那看法错了 不会让你赔钱 这是不是真的 我们看法是昨天应该会赔钱 应该要做跌 问题是他开盘就不跌嘛 代表说我们看错了嘛 那看错其实不会让你赔钱 做错他才会让你赔钱 所以我们昨天一路看看看到 哇 倒霉股 左下方那个是抗讯 晚上9点26分 大林哥已经研判出来 这个 旗子呢 他完全没有做压低的动作 没有空点 那既然没有空点 你就不要硬着去做 不要硬着想要去做空他 虽然暴力表告诉我们方向是空 但是没有出手的机会 那就不要硬着去对干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昨天看空 可是我们并没有打空单 所以要了解 那有的人就在大林哥后台 就在问我说 听老师的进去空 产赔200点 原因就是出在你们 没有看到跌势 就一路想要高空 我刚刚不是说吗 你做空的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他在下跌 所以才去做空他 昨天的走势没有下跌 你去空 那你赔钱就是必然的 所以为什么要跟一个好的老师 客观的老师 不是说我看空 所以就一路空 我又不是阿呆 是不是 我的目标是带会员赚钱 尽量不要带会员去冒险 不要去逆市 不要去对干市场 是不是 所以要了解了 看法错 不会让你赔钱 你做错方法 那个才会赔钱 好不好 那也说过了 因为今天 昨天收盘 道理表资料是机车A 所以你看 今天起过一开盘 水平线就是开盘价 多数时间都是在开盘价以下 甚至收盘 他还是不涨 这个就是因为机车A 原因 那问题来了 大林哥是以前说过 鸿海有个很重要的特质 它跟暴力表呢 机车A跟神奇V有一个正向的关系 因为昨天 暴力表是属于机车A 所以大林哥大概可以跟你宣告 明天鸿海他会收AK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暴力表今天是 那个资料是属于机车A 鸿海今天涨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他明天会收AK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说 不要去做过度追高的动作 好 那暴力表老实讲 9月到现在 你看已经过了快三个礼拜 我们准确率没有像8月份那么高 到今天为止 昨天不准嘛 不准我们就不要去运作 目前准12次 没什么了不起 后面继续做下去就好了 好不好 大林哥最后我要分享给你 交易赢家呢 我们没有在怕看错了 大盘目前呈现破底翻 后面我们直接要找上车的机会 你有兴趣 欢迎跟我一起来做 目标23,050点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特实地则房产业